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叫中国是一个师的国度 中国人说一个人有文化什么意思呢 首先当然是断文是字 第二个是能迎师作父 所以所谓的有文化的人 你首先得是一个师人 所以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师性文化 师性文化是有一套师性思维的 师性思维是什么思维呢 它当然不是逻辑思维 不是以欧式几何为代表的形式逻辑的思维 而是以诗经为代表的思维 这个思维就是比复心 就是类比 联想 想象 这种类比思维 其实是中国人文化里面非常普遍的一些思维 这些思维甚至出现在 被我们认为是科学那些门类里面 比方说医学是最突出的 我们中国人讲中医 养生 治病 很多是类比思维 所以中国文化的私信思维 它实际上使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洋溢着一股美的景象 但是它跟科学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它是不能真的把我们往前推 不能够严密地往前推 所以要想真正地认识到 西方的科学精神 还得从学习几何原本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进入近代以来 几何学在真正成为 现代性的第一学科 教育 立法就规定 所有的青年学生都要学几何学 可是你们知道 学几何学是很奇怪的 几何学它是不解决问题的 你看我们都有学几何学的经验 学几何学的时候 它既不丈量土方 也不计算人口 它就是证明 证明完了 证毙 没了 不知道要干什么 甚至很多老师也 不好向学生们解释 为什么要学习几何学 但我们知道 几何学学习的就是一种 科学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式 它讲究的是推理 是证明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思维 你会发现 很多问题上 它恰恰是私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冲突 我们经常说 哎呀 要讲逻辑啊 是 你不讲逻辑 日常生活中就不容易说话 就很容易吵架 这种自由的 这个 隐私作父的精神 它并没有真的体现在 希腊译上那样一种 科学思维方式上来 所以我想就是说 在未来啊 这个还是要有必要呼吁 要发挥几何学的精神 几何学还得学 最近有一股论调认为 这个数学不要学太多了 我学数学没什么用啊 我一辈子就买个菜 我学微积分干嘛呀 可是你们知道 学没学微积分 那是大不一样的 关乎你是不是个现代人 你理解不理解 现代的科学世界图景 你能不能在一个 现代社会里如鱼得水 事实上现代社会里 只有两类人 一类是学个微积分的 一类是没学个微积分的 或者一类是学个几何学的 一类是没学个几何学的 如果将来有人跟你辩论 你先问他一句 你学个几何学没有啊 如果没学 就不要谈了嘛 所以我们要慢慢地 更大的环境 更大的范围内 要普及这些几何学的精神 微积分的精神 科学的思维方式 所以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我们也不要全盘放弃 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 那个私信思维 私信精神 我们在某个领域里 把它还要保护下来 如果能够结合起来更好 像爱因斯坦那样的 又拉琴 又做数学的 像我们中国很多数学家那样的 一边做题 一边谱取 那就非常好的 谢谢你的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